我們下一個提案是由豆腐帶來的DESIGN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豆腐 然後我今天要來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因為最近在跟其他的社群 就是不是只有GTV的社群 還有一些Web3的社群交流的時候 我發現就是大家好像就是想要學Figma 就是剛才你說就是我還蠻意外的一件事情是 是那些社群就是已經會做設計的設計師 他們跑過來問我說 欸豆腐那個Figma要怎麼用 就是他們其實平常就是 就是在做設計的時候都是用Adobe Illustrator 就是哪怕是他們是在做網站的時候 他們也是用Adobe Illustrator做設計的 他們其實沒有碰過Figma 然後我對於這件事情其實感到蠻意外 然後他們就一直在敲碗問我說 就是要怎麼做Figma這樣子 但是就是一直敲不到時間 就是親自過去他們那邊找他們 所以想說就是建立一個Figma的文件 然後就是把一些我想要交的東西放上去這樣子 那它的呈現形式會是一個Figma的Community File 那它就是類似一個很像是一個商店的感覺吧 那大家就是如果有設計Figma的模板的話 就是都可以放上去這樣子 然後目前看起來像是這樣子 那我今天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那它看起來會像是一本書 然後它有章子的部分 像這邊有第一張然後第二張這樣子 然後我就有看想說就是 看寫到哪就 就是做到哪就寫到哪這樣子 對然後寫作連結在這邊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我想要來 就是想要來看看就是有關Canva模板的部分 那主要呢就是因為就是 之前就已經想過說 要不要就是幫均勻社群做一些Figma模板 但後來問過就是社群的朋友 朋友以後發現就是 他們都覺得Canva好像更好用 然後呢我就跑過去研究說就是 那Canva它的模板要怎麼建立這樣子 但後來發現就是說 就是對於Canva來說就是 建立模板其實是一個Pro Feature 因為他們覺得只有Professional Designer可以 可以做就是Canva模板這樣子 所以呢我就刷了就是Canva的 就是Canva的Professional版本這樣子 那我後來有發現就是說 就是Canva模板裡面 其實也有提供一些很有趣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像就是做簡報一樣 就是直接Publish一個網站 我覺得這對於就是社群的專案來說 應該也是蠻有幫助的 但是呢我自己不是一個Canva user 所以我並不是特別熟悉怎麼用Canva 所以呢就是今天會想要找三種人類 第一種人類就是會用Figma人 第二個是想學Figma人 第三個是用會用Canva人 來叫我做Canva這樣子 那聯絡方式的話很簡單 就是Capital Slack就是去查那個 Design人頻道 那Kentr是我Tofus 就是直接查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那以上是這樣 謝謝大家